各位兄弟姊妹 祝大家平安 今日我们一起祝福活祈第三主日 与我们一起念尽唐荣 普世大地 请向天主欢呼 请歌颂他圣明的光荣 请献给他光旺的赞颂 阿里路亚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满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传来兄弟姐妹 让我们在主的台前 再一次承认自己生活上 种种的过法 我们求慈悲的主宽恕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圣议我在私 言行为上的果实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征 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锁炼我们 卸灭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荣生 阿满 上主求你瑞年 基督求你瑞年 基督求你瑞年 上主求你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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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清重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随面世罪者 求你 随恋我们 随面世罪者 求你 苦听我们的祈祷 座哉圣父之友者 求你 随恋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玛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愿你的子民常怀喜乐 因为你恢复了我们青春活力 我们现今 既从获儿子的喜乐与荣耀 求你也都使我们 时时怀感恩的心 在确切的希望中 等待我们复活日子的来临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同你 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莫 阿玛 请坐 今天的读经是月年读经 读经一 公读中途大事录 那时候 八多六对群众说 亚巴朗 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 我们祖先的天主 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 祂就是你们所解诵 并在彼拉多前所否认的 虽然 彼拉多原判定要释放他 你们却否认了那圣洁 而且正义的人 仅要求把杀人犯刺及你们 反而杀害了生命之缘 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 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 是出于无知 你们的首领 也是如此 但天主藉着众先知的口 欲言他的墨西亚必要受难的事 也就这样应验了 你们悔改 并回心转意罢 好消除你们的罪过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答唱荣 答句是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我公义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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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呼求祢 祢就应云了我 我在困苦中 祢曾舒畅了我 上主 求祢联吻我 苦听我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你们当知道 上主突爱对祢前进的人 当我呼求上主的时候 祢一定苦运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许多人说 谁能使我们幸福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请祢赐我满心欢乐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在平安中 我一躺下 即刻入睡 上主 唯有祢能使我安居顺遂 上主 请祢向我们显示祢光辉的异用 读经二 公读圣若望一书 我的孩子们 我给你们写这些事 是为叫你们不要犯罪 但是 谁若犯了罪 我们在乎那里 有正义的耶稣基督作护慰者 他自己就是属罪制 属我们的罪过 不但属我们的 而且也属全世界的罪过 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 那说 我认识他 而不遵守他命令的 是杀方的人 在他内没有真理 但是 谁若遵守他的话 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 由此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在他内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请大家起立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耶稣 请你给我们讲解圣经 好使我们的心 在你讲话时 也火热起来 阿里路亚 愿主愿你们同在 愿主愿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勞家福音 主愿光荣贵于你 那时候往阿玛乌的两位门徒 回到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位门徒 及同门徒一起的人 做把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述说了一片 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众人都害怕起来 想是见了鬼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害怕 为什么心里疑惑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 你们摸摸我 应该知道 鬼是没有欲区和骨头的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患事不敢信 只是惊讶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 他们便吸了耶稣一片烤鱼 耶稣就接过来 当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凡是梅失法律 先知及圣名指着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须应验 耶稣于是开启他们的名誉 叫他们理解经书 耶稣又向他们说 经上层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终复活 并且必须逐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 以得罪之舍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上主的话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 復活期的道理 大概都离不开说 耶稣基督的復活 因为耶稣基督的復活 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没有耶稣基督的復活 是不会有我们的信仰的 我们的信经里面 最后的几句就是说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 及来世的生命 这句都是根据 因为耶稣基督復活 我们才有我们的復活 我期待死人会復活 和来世的生命 所以今晚我 今天我很想用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 来做主题 和大家一起反省几篇读经 当然了 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復活 第一篇读经来自《中途大事录》 《中途大事录》 伯多禄在圣殿外 治好了一个胎生的茄子 就是毁了的 他自好他 然后在圣殿里面 就和圣殿的群众 讲了今天这一段读经 内容很简单 我们称这个这样的宣讲 叫初传 即是最早期 中途讲些什么呢 中途是讲给人听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天主世他从死者中复活 我们是他复活的见证人 最早期中途宣讲 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这样的内容 我们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名称 叫初传 传什么呢 最早期中途就是讲这些东西 来来去去都围绕着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天主世他从死者中复活 我们是见证人 是说这么多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特别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 悲惊的 现在他能够在你面前跳来跳去 你信不信这些见证人的话 是这么简单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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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的复活 特别是 那个可信性是增加了很多 我们不排除 你想想 当日有多少人领洗 五千个男人 福音记载 因为耶稣三年讲道理 都没有试过有这么多人 至少福音没有记载 耶稣有没有一次过 写到几千人领洗呢 似乎只是说 他的门徒信从了他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信 但是现在这么大班人 很明显地相信 是挺震撼的 这个不是中途的力量 是圣神的推动 当然了 但是围绕着什么 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以复活基督的名义 使得胎生的茄子能够自好 很明显的 耶稣基督的复活 能够为人带来这么震撼的影响 当然了 其中另外一点 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其中一点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 在心底里面 人不是太满意 人死了 就一了百了 什么都没有 你心底里面是不满意这个答案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真的给到人一个终极的答案 死亡不是终结 只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耶稣基督会复活 我们都会复活 所以当时能够这么多人相信 能够解决了人心底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二篇读经 来自《若望一书》 这个作者写的时代大概是第一世纪末 他大概是最长命的宗徒 第一世纪末 即是离开耶稣复活升天 已经几十年 第一代的宗徒已经死了 除了这个 传统话的若望 是最年老的 即是说 当时 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第一代的复活见证人 应该死了 没有几多个症 在这个时候 就有些事情出现了 就是什么出现呢 有些异端出现 当你离开了复活的耶稣基督 比较远了 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会出现了 即是说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 这些这样的疑问就会出现 所谓 产生了异端 就不相信这些事情 开始 那时 我们很清楚 耶稣是天主 圣言就是 天主等等 这些我们信仰的宣认 但是过了一代 讲这些说话的宗徒 很多都死了的时候 就开始动摇 所以有异端的出现了 这些讲异端的 那些讲异端的那些 他们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 只是他不承认耶稣復活 或者不承认耶稣是天主 这些最早期的异端就在这里 而这个宗徒就说 他是长老 他是见过摸过 沾养过耶稣基督的宗徒 所以他有资格做一个见证人 他以自己这个比较年老的身份 去驳斥这些异端的错误 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如何 他真是从死者中复活 他是见证人 他特别重视耶稣基督那种死亡 复活那种救赎的力量 能够宽恕所有人的罪过 他今天就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上面 建立我们的伦理生活 因为耶稣基督 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 要求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应该听他的话 你爱他的话 你就遵守他的话 所以这个宗徒就用他自己的说话 去驳斥当日的异端 第三篇《路加福音》 应该是跟着厄马乌这两个门徒 耶稣显现给他们的 接着就是这件事发生了 这两个门徒 回去报告给教会的团体 然后耶稣就在他们中间出现 今天的福音反应是怎样呢? 他们害怕起来 害怕 你不能够怪他们 害怕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一个亲人过了身 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 请问你会怎样反应 你不害怕? 一定是害怕 很自然 这里讲到明 以为见到鬼 不要忘记 犹太人虽然信唯一的天主 他们都信有鬼魂 圣经有记载的 如果你们熟圣经的话 记不记得一个故事 第一个 以色列的皇帝撒乌尔 当他面对着强大的敌人的时候 他就害怕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 陪勒舍达人 所以耶稣就去找一个女巫 请这个女巫 为他叫先知撒姆尔的魂上来 记不记得这个故事? 这个女巫真的做了这件事 而先知撒姆尔死了 真是上来出现在面前 就告诉他 你明天你和你的儿子都会战死 所以他没有希望 这个故事说出什么呢? 原来以色列人 起码都记载过有鬼魂的事 所以他们害怕 因为以为见到鬼 是这么简单 所以耶稣说的话 就是面对着他们 一帮以为见到鬼的人 你看一下我 你看一下我 你摸摸我 鬼是没有骨肉的 所以叫他们看 叫他们摸 证实自己不是鬼 或者他们还在 不太相信有什么可以吃 即是跟他们一起吃东西 表示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虽然是一个不同的身体 但是他是活着的 他不是鬼魂 借用这些去表达这件事 然后他们很开心 相信这是复活的主 耶稣就跟他们说了最后一次道理 教训他们 说什么呢? 墨西亚会必须受苦 但是死了之后 天主会从死者中复活他 他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叫他们出去为这件事作见证 同样 这个是复活的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这里 派门徒出去去说这件事 我们反省复活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经验 要相信死人复活是不容易的事 耶稣的时代 我都说 即使已经是很深信有天主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耶稣的时代 都有些不信有复活的 他们相信圣经的话 但是不信有复活 比方 耶稣时代的杀道塞人 就是一帮不信有复活的人 甚至用这件事去刁难耶稣 说一个女人如果嫁过七次 有复活的话 谁是她的丈夫 用这个这样去刁难耶稣 他们以为复活之后 会继续回 好像在生的时候的生活 他嫁过七次 复活之后的生活 谁是她的丈夫 一个难题 一个这样的说法 当然耶稣是解答了她的问题 甚至用圣经上面的说话 他们以为 因为为什么他们不信复活 他说 回失五书最重要的旧约 是没有说复活的 耶稣就说 告诉你 有的 出谷己 天主怎样对梅塞说 天主说 我是阿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雅各甲伯的天主 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圣祖 耶稣说出他们的名字 耶稣就说 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即是说 你们的圣祖 阿巴郎 伊撒格 雅各伯 是活着的 听了之后 当日 有一个经师 看到耶稣答得这么好 师父 你答得真是好 即是说 他们平时不懂得 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 以色列人中 有些信 有复活 有些不信 耶稣解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理论上 解答了一些问题 怎样都不像 有一个人 真是从死者中 復活在你面前 这么紧要 这个真是很震撼 不是理性上 我相信这些东西 而是真实的经验 所以中途的见证是很紧要 你要信复活的话 我们要信中途的见证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认识 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孔子 你要信孔子的话 不难的 或者说 我亦都会听佛教 释迦牟尼他所说的话 你接受他的理论 都不难的 因为孔子也好 释迦也好 我们怎么都不会 当他是天主 对 但是我们的信仰就不同 我们的信仰 跟他们余教的好 佛教的好 是不同 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信 他不是一个伟人而已 他是天主 这个难就难在这一道 有时接受不到 往往就是这一道 你信不信一个这样的人物 死而复活呢 这个就碰到我们信仰核心所在 特别我们这一代 科学越发达的时候 有一种趋势 叫做去神化 将一些神话性 他们认为是神话的东西 将他撇除 所以信耶稣是一个伟人 很容易的 信他是天主 就难了 信他从死者中复活 在你的经验里面没有 所以你就不信 就会将这些东西撇除 这个科学越发达 虚神化的趋势越强 很多年轻的时候 信基督的信徒 带了 特别读science那些 很多很多 一个二个不再信 为什么 因为太信任科学 要求证据这一件事 而我们不是要求证据 我们要求我们信别人的见证 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 你接不接受别人的见证 我们很自由 科学不用你不自由 科学的东西怎么不信 你一定要信 你没有自由 但是信仰不是 信仰是 我信这个人所说的见证 他见过复活的基督 我就相信他的话 他以自己的血 告诉我 我值得信 我的可信性是很强的 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 告诉你 我所做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信仰就在这里 我们叫这些是信仰 我们不是说科学 所以也让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基督的复活是最重要的一环 而为什么我们信基督的复活 我又见不到 我们只能够相信 见到的人的见证 所以我信从中途传来的教会 我相信他们的见证 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解答了我最终极的问题 每个人都碰到病痛 死亡 这些傲秘的问题 科学往往给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所以人到某一个年纪 碰到伤病 以前他们不会想 不会接受的 现在就会 到你去到某一个年纪 死亡不是离你很远的时候 这些就会再走出来 帮助你去了解 唯有耶稣复活的基督 给到一个终极的答案 给到我一份内心的平安 这些平安不是科学 可以给到我的平安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若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信仰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值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正玛利亚 除得欲区 以圣为人 他在半着比拉多 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圣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环绕光荣地降内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赴于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阴崇 同向光荣 他曾直先知门发言 我信唯一 知识 知公 从中途全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誓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专利兄弟姊妹 让我们这个团体 将我们每一个人 连同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与我们社会的需要 都向天上的慈父祈求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正义的护卫者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愿圣子主耶稣 帮助我们 在触碰到 復活的主事 不单相信 亦都不止停留于 欢喜和惊讶 更要在行动上 以全心 全灵 全意 实践你的教导 因你的名 宣讲悔改 成为你忠信的见证人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扶听我们 请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祈祷 创造万物的天主圣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各国的人民 已开始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求主赐智慧给科研人员 和政府官员 以负责任和尊专业的态度 去解决疫苗的限制和问题 使我们能够接疫苗 令疫情早日受到控制 为此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 扶听我们 请贵持守真理和爱祈祷 自慰明达的天主圣神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书信里面 聖日望提醒我们 要遵守天主的命令 与真理同行 求天主圣神 在这个排斥真理 和散播恐惧的世界里面 赐给各国的领导者智慧 明误和勇气 以慈悲保护人的尊严 和应有的权利 给能让你的真理得以彰显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扶听我们 请为日前 儿童的一件案件 和祂的福祂祈祷 创造生命的天主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近日一宗若疑案的审结 表露了香港保护儿童 和青少年的不足 求圣父收纳案中逝去的女孩 祝福并保护她的哥哥 和其他同样面对不幸的儿童 和他们身边的朋友 求你将爱心和智慧 赐给家长和所有儿童工作者 让他们克尽本分 保护儿童身心健康 令到能够健康成长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扶听我们 天主圣神 求你降临 启迪我们的内心 教我们 时尚以真理 见证 復活的基督 现在让我们静默 现在让我们静默遍黑 向圣父 呈上我们内心的请求 求你以基督 这一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 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蕾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扶听我们 人质的天父 以上是我们这个团体 向你的祷告 在今天 復活期的第三主日 我们求你上次在座 每一位兄弟姊妹 一份信德 相信 见证人的作证 由他们的作证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復活 我们这样祈求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 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以致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 和人力的产物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永寿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以致给我们饮品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 永寿赞美 愿天主 永寿赞美 为赞美并光荣 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上主 请接受你教会 欢恩 我们的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但由于我们的巴斯 挂高阳 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现在我们更当浓重地赞扬你 因为基督真是消除 世罪的高阳 他以性死摧毁我们的死亡 并以复活恢复我们的生命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的神圣 歌颂你的光灵 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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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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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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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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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